国务院总理李克强,22号下午,在海南省三亚市,欢迎来华出席蓝苍江-梅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的泰国总理巴育,柬埔寨首相洪森,老挝总理通行,缅甸副总统赛茂康和越南副总理范平明。 李克强表示,一年多来,梅兰合作机制从倡议一步一个脚印的变成现实,通过了合作概念文件,确定了政治安全、经济和可持续发展、社会人文三大支柱,以及互联互通、产能、跨境经济、水资源、农业和减贫五个优先合作方向,延提出近百个早期收获项目。 这表明,蓝梅六国在现有基础上,进一步增进互信、加强合作、密切交流、推动发展,是得民心、顺民意的,蕴藏着巨大的需求和发展潜力。 李克强指出,蓝梅六国开展机制性合作,有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,将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和更加广阔的舞台,对中国东盟关系和区域合作架构也是有意补充。 中方期待同蓝梅各国领导人一道,本着同土。